是什麽又會分為真心和妄心呢 這個是迫不得已的 太初學的人而講的 其實心根本就沒有 不可得 還分什麽真和妄呢 不過患心不能隨 人事上一切的患有不難廢 所以正乾分真心和妄心 所以真心是無心之心 即是不起念的事 見聞覺知 乃舊尿尿分明 毫無分別 直言不動 這個就叫做真心 如果一動了念 分別人事 已可以心不顛倒 已不足境流浪 斷言歸到本心 歸到無心的本位 因此很快回答 這個還是真心 止念念流浪 不覺漸漸就會入了迷途 這樣就叫做妄心 於是我們的本體乃然不爭失棄 無失棄的本體存在 所以我們現在很重要 我學的一個問題就是這部心經 就是教我們寧覺的方法 什麼寧覺就是 驚覺的意思 我們很快就驚覺起來 就是說現在我坐在這裡 給你這樣說 念佛 我現在念一聲佛 突然間走出一隻東西來 我馬上走一覺 原來這是假的 你馬上恢復回家的本位 本體是沒有心的 就是說以這個佛聖 這個阿彌陀佛領來代表 代表你的佛聖 你以這個來代表你的佛聖 你念佛 寧願走出的東西來 跟你的阿彌陀佛沒有關係 但是你很快就驚覺 他一走出來 你馬上知道 不離奇 追你十個 不離奇 但你的阿彌陀佛 繼續念下去 一直念下去 因為你初初的念佛 你不覺悟嗎 你不知道嗎 因為你的力量很少 不強 你的智慧能力反應很慢 所以你不知道 為何這麼多夢想 這麼多念頭 就糟了 你一經過 一動一個念 你就知道 你知道嗎 本來沒有動 其實本來是直言不動的 就是這個熱剛 本來沒有動 只是那個魂吹著你 不干我事 不干我事 你一直保持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所以我念佛不慢 所以念佛 我們清楚明白 一個字一個字 這個就是我的真心 我一直恢復你 所以一直恢復到何時 恢復到佛經所說的 祖詩大學 念以無念 無念以念 就是叫真念 意思是說 我們從右上的念 念到無上的念 自自然而以身體的念 這就是真心 明白嗎 那你就一直看自己 那你還有跟旁邊的那些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說的寧覺 方法是用智慧來觀照 什麼是心 什麼是苦惡 我以合格 以何來回歸到清靜 直滅 無心之心之本位 所以名為 叫波爾波羅密多心經 就是這樣走出來了 這句題目 所以這個心最重要就是一個字 就是這個字 你認識 我認識 現來我們的真面目就是這樣 這個永遠不變的心 不是說假的還有的心 不是說那些心 所以說假的變成真就是這樣 就是說 煩惱變成菩提 就在這個一年之間 煩惱也是一個心 菩提也是一個心 都是這個心 只是一個覺一個脈 所以說 凡夫變成聖人 都是在一年之間 我們凡夫變成佛 都是在這個一年之間 就是在這裡 所以說法 不是很簡單嗎 不是很容易嗎 哪裏有這麼複雜 我今天講出這個心經 每個人都可以明心見性 所以明了心 見到那個性 一開始說 我問你 見到佛嗎 現在見到了吧 認識了嗎 認識了嗎 認識了 有在旁邊沒有 沒有 本來在你們做份 求什麼 拜什麼山 潮山 尋法 找得到 四大名山走光 見到沒有 我都沒走過 我就見到了 你們走了那麼多輪 都沒見到 佛在你的身邊 在那裏面 在那裏面 在那裏面坐著 在那裏面坐著 等你回來 有看過 你們在香港拍過 《大魔祖師》嗎 有看一開始不是嗎 做給你看 那是事實的 那真是很有意思 你看那個王子 跌下來 有一陣毛水 那個毛 又見肉不見 沉來沉來 一個坐著 那個就是你 我等你回來 你不回來 還想找 現在我們很凡夫 就是說 見到那個毛水 遮住你 就好像見到 你還問我 我在找你 你找我 不是這個意思嗎 這就是代表 這齣戲就是 代表你的心 你的佛性本來在那裏 沒有離開過你 所以祖師大德說 佛所說 不能夠明心見識 你收什麼都沒有益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恢復自己 你自己就叫真修行 人人可以的 所以說今天 燈首先一定要開著 你不開著燈 你沒有資格說修行 翌日你今天聽我說 出來的天天 你和佛約說 你的燈開著了 未開著說修 修什麼 蒙宮 怎樣 最怕一根都蒙的 帶你走路 大家一起死 跳下去 所以現在學佛很煙窩 就是在這裏 而已 所以佛經說 一定要找明眼人 開著智慧的人 來教你修行 那你的生死證能夠了 輪迴證能夠出 是可以做到的 其二日用什麼方法 都不是問題了 參禪也可以成就 念咒也可以成就 念佛也可以成就 念佛也可以成就 沒有中派的對立了 本來就是圓滿的 你明白了 你修過什麼 修正的佛法 當時釋迦我們佛說 就是說 恢復回自己的阿諾多多 我心會有心慌會有不同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意思 是恢復發起 而已 時間長短就是你的精進而已 不是等待的 是我心去走的 我们现在是看到 但未成就 所以我用容功 磨练 后面就会解释给你听 所以首先讲了这几个字 然后最后讲这个经字 经有很多的意思 经就好像路 就是一条路 是指示我们回复真心之路 发乃一切方法 贯就是贯通前后的义理 这就是契合各人的根基 各事的理 有这几种的解释 这个经字有这么多的意思 简单讲就是一条路 这个般若波罗末多心经 指这条路给我们走 走什么 恢复我们自己的真心 结路 发指这条路给我们 所以这个心经 总共是二百六十个字 善问字的般若 只是我们观照般若的方法 照此起做 实证实相般若的究竟 总不出众生的心行中事 所以经是完全指我们自身来说的 是指我们自身来说 此部经共有七个翻译 所以这部是唐朝 三藏原庄大师所译 文字虽然很简单 意就很深奥 虽然有七种翻译 意义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读经应当注重其的意义 不可以死执在文字上 此经是为大圣普什 登佛位而说的 是表示 高 是表示至高无上的佛境 意义只有自己体会 就好像人喝水 冷月自己知道 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经是叫做 无字真经 并不是真的无字 希望大家自己 令为自己的境界 到了什么程度 至于佛的境界 并不是二乘人 或是十地以下的菩萨 可以測知 所以说这部经是叫做无字真经 你们经常看电影 看无字天师 就说这个 看电影看得多 就是说 不可以用文字来代表 爱慈基令入座的境界 就好像这杯水你自己喝了 冷月多少你知道 而才静到多少 你就知道多少 你没有办法 用二乘文字来表达了 离开了 所以见性的人 只要自己知道 什么是佛圣 到底是怎么样 你自己知道 所以这个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不是凡夫可以測知到的 彭撒根明能能够測知 因为他未彻底究竟已满 只有正了佛的人 才能够知道 所以这部《心经》的说法 就是只有佛和佛的境界才能够知道 意思是你们修行到成就了 你也是佛 我也是佛 大家不用讲华座的 意思是大家都心通了 好过用二乃文字来说 眨一个眼就知道我做什么 就是这样 心通了 你又通 我又通 大家通 就不用手提电话了 需要打电话 不用了 所以我们不通 就用手提电话来通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们东方人大胜根气的多而厚 所以不论男女 不理识字不识字 都喜欢读诵这部经 比如人闻香 你闻到香了 每个人都知道香的味好 但是多半大多数人不知道是什么香 现在我点香 你知道是什么香 大家说很香 但是是什么香 大家也说不出 是知道的 意思是说 心经你懂得好 但心经有什么味道呢 是闻到而已 但是心经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说 我们就是以受分 即是平等的 所以说不可思议 意思是这个香味 分在我们的身上 大家都同样一个味道 比如说现在我点檀香 这个檀香先分在我们的身上 大家的平等 我们今天坐着这一百个人来说 一百个人身上都是檀香味 今天我们读这个心经 其实分我们的身上都是平等的 所以这个香是平等的 其实没有分比 你富贵你平贱我特别分你多些 有没有 没有 所以说法说 无论识字不识字 一样闻到这个味道 但是真真体会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境界 那你只会说出来 这个是什么味道 大家只知道是说香 还是怎样香 你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意境 就是你自己体会 所以心经 一片一片地读 一片一片地听 就不同的境界了 你试到那个味道 你真真吃到那个味道 那你就高兴不得了 就好像我们闻到香 哇 不得了 很高兴 你不会讨厌其 所以这个心经 越读越高兴 越读越在 不像你读来做什么 当我唱歌那样 怎样研究 怎样篇曲 唱得挺好听 但是我问你做什么 不知道 就是这么说 明明这么好的东西 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识气 很好的利用期 很好的收 还搞一堵一堆 所以我说了这个题目 你感觉现在人 是不是很颠道很燕枉 现在学佛的人 是不是燕枉到极点 法法这么好 摆在你面前 怎样搞得这么糊涂 所谓佛的眼见众生 真可怜 可怜问者 我今天来看你们 真的很可怜 我逼不但也没有办法 我只是讲心经 你知不知道 你以为我不想讲 我真的不想讲 但是看到你们这样 我不用那么多时间 来跟你讲 本来我只讲阿弥陀佛就好了 所以为何要先讲心经 就是把你的眼睛打开 开了眼睛正来走路 这样你自己走不关我的事 起码你不会跌倒 起码你不会走错路 这个心经够明白了 正叫正见 八正道讲的正见 是这样见的 你有了正见 下面的那些 你就已经正了 有了一个正 下面全部都正了 你这个正也没有了 你下面不用讲了 八正道讲的都是西气多意的 所以我们学佛 首先一定要开眼 无论哪个宗哪个派 就是这样解释 一定要开眼 所以佛讲的《般若经》 已经讲了二十多年 就是这样 你知不知道 它的容心良苦 就是在这里 所以希望你听了这个心经 你领会到 跟别人以前讲的心经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 我讲的 我愿意简单明白 给你知道什么叫佛圣 佛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不是很难觉悟的 又不是很难看到的 是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在你当下 就是在你的当下 就是在你的当下 你明白了 你做决定 然后未后修行 就是这样修行 就是对自己来修行 行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道一切苦恶 这里是第一点 这四句是全经的总词 首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 又为这四句之总词 意思就是修行成佛 需要自到大自在为止 自己自在 更度他人自到自在者 视为菩萨 以企的妙容就是在一个观自 观于个本利本利的东西 就是持基同众生本利自在 然今之所以不自在者 只是因迷以不觉 旺自烦恼 若欲修至恢复本利 仲得从波夜妙观之用 来误入本利 以为照力参之 此来修心之总结也 所以我们的本利真面目 就是前面所说的佛性 就是代表那个电 你认识气 那个热缸你也懂得气 那个明镜里面的东西 你也懂得气 我用这么多个比较 来让大家明白 所以不能否定一个东西 如果否定一个东西 我们就会执着那东西 所以佛当时说话实上 不说定 用很多方法 世间的东西来说 我们如何恢复本利 本利 你恢复本利 你就自在 记得我们学佛 就是学一个自在 不是自由 自由不好 就是自在 所以首先第一句 你不会知道 观自在菩萨 自在 你明解了 你就自在了 无意尊为你 看你自在到什么地步 就是说你的修行 就是说 了无过外到什么地步 你就自在就越多 所以观者 就是定下心了 就从我前一开始 告诉你 你明解了 你定下了你的心 你就 运想 那个道理 叫做观 就是说 你言容 你运用 你运用 你的想 那个道理 叫做观 这个观 是已经证到 那地完成的苗观 不是因地初修 做观的那种观 不是我们初子 这样一边 观一边 观一边 那只观 不是 你有没有交错 那只观字 所以 这个观字 是说 是说 我们运用我们自己本来的道理 就是 运用我们自己本来的智慧 来看世间 白话就是这样解释 就叫做观字 因为 你看到清清楚楚 什么事情是真 什么事情是假的 这个就叫观 不是错字 观 太阳 下山 那只佛是怎样的事样 那就是凡夫初学的观 但是观 这个字 就是心经的观 是用你自己本来的那种 去看 去照见其 所以你就知道 舍大自在的观 此时的般若的大基 用 已经开发了 说出来了 心无能观 以无所观 是能所相亡 相亡就是说 能和所 两个都没有了 意思是 我知道命法 我不会执着器 又不是否认武器 所以说 能所相亡 的的妙观 妙观 喜修乐 以一切法 得不离菩提的角性 各性本利贵足 无所谓得以不得 愿患法 七无不无 愿体性自空直也 各此各者 方明正觉 你明白的道理 正叫正觉 正觉 最得限度 就是阿罗汉 最往上气 就是 正等正觉 就是菩萨 最往上气 就是无常 正等正觉 就是究竟的 延门法 所以我们一层一层 深入是观赏器 这个观赏器不是观赏 搞清楚点 所以你明白 我们开发出来 我们自己本利的能力 本利自己的无量光 你看 《味道经》不是说什么 无量光遍照十方 世界无所障碍 不是这样 你开发出来 所以佛的头顶 颜色的光 就是代表这个意思 佛光能复照十方世界 就是这样 佛光普照 你今天佛光 都可以普照所有众生 明白吗 人人都可以发出来 所以我们明白一观 所以观者 一 正式被你救了 一 观自身 指示四大何合 幻化非实 你明白了 我观自身 我用智慧看自身 而你的身是四大所可合 风火水道所合 幻化不是真实的 就像我说的 我们的身 我们的身 就像一灯灯 是这样的 是存在的 而 观自身 六根 六根 愿望 是明 假名为心 就是说 我们的心 是六根的愿 六根的愿 所最合的 是假的 是妄想 不是真实的 所以假名叫做心 给你明白 三者 观身心 皆还 一切还灭 以强性 非还 不假愿灭 常在不变 由此性 又如磨尼珠 谁利显色 而施者 便会说 珠里面有颜色 不知此心 不知此来 心愿 心之缘起 实际上 珠上所影之色 与圆角是无关系 意思是说 这颗磨尼珠 根本是没有颜色的 是我们的颜色 有红 有白 有青 有蓝 搞出来 你认颜色的当字 是 所以搞到今天是这样 本来也没有什么 是这样圆满 发出的光体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 意思是说 我们的心是幻 身心是幻 我们的佛性是没有变动 长寺不变 所以你又懂得 这个这样的事情 但是四 观 乌构 就与珠上之色 了得本无 即是对除 所谓知云 即离也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珠 这些磨尼宝脂 这些磨尼 其里面的污垢 就是 蓋住 我们能够了解 本来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会 扫除其 所谓 你知道假的 你就会离 意思是 我现在在念法 我看到一个 望廉走出来 我知道望廉是假的 我就消除其 你不用特别刻意的消除 是自然消除 这个就叫观 你知道了 所以这个污垢 代表了望廉的意思 走出来 你解决器 悟者 观所谓救者 就是这个陈 陈救 只是假名 若能说之名 以所对之救 以既不有 淨得一切既还 即至 毕竟无形相 无影像可得 意思是 这个珠里面的 那些陈救 本来将围不到你 意思是 这个魂 将围不到 这个月光 你明白了 你就知道 一切无影像 无影像 在此 明明白白 所以众生之佛性 就好像太阳 何时 我们往往只看到阳光 而看不到 太阳的形体 你看到之后 先看太阳 你看到太阳 看不到 太阳的形体 看不到 你只知道太阳的阳光 佛性 以比喻 就好像电 电离开了灯灯 就没有办法发出阳光 灯可以灭 灯可以坏灭 以电 中不灭 光明显示其用 是表示佛的志 观照之用 是菩提现成 即智果 以灯光 以灯灯 灯灯就是色身 以电的体 相合以成 所以佛身为太 就比喻是电 化身为溶 就比喻是光 电童光 哪里有什么事用呢 我们这个色身 是佛身 就比喻是灯灯 一定得借以用 这个色身来修行 正能够恢复回 我们的清静之本体 就是说 借假修真 我们爱不借这个肉体 圣佛全靠借气 借假来修真 恢复回我们的真性 就是这样 既然假的用够了 就放下 现在你未成就 你就爱假的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 爱不去吃饭 爱 爱不去休息 爱 钱给你爱不爱 爱 什么说不爱 都掉了 所以有些学会 学到什么都不爱 是假的 你没有用了工具 你不可以开发出来的宝藏 所以今天我们开发我们的宝藏 都是借自己的工具 所以你不要说 眼、耳、鼻、食、身、衣 都是工具 所以说 尘也是一个工具 所有一切都是工具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 什么是借假修真 原理就是这样 你认识过 原来这个身 是让我拿来用的 你就不会执着气 老就老 坏就坏 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 所以说 你明白了 那修行真是自在 今天你听了这个道理 经是似种种怀观 使得十方清淨 便一切处清淨 以各所显法 即是由体起荣也 所以说 众生本来成法 因为是佛开了底液的妙门 法前人之所未法 所以佛教 以其他宗教的立场分别的根本 便在此 大家明白 佛教为何和别人不同 便在此 今天你明白了 你修行的用意 好 今天时间关闭广播剧 各位同所 各位大大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个《心经》 昨天讲到这一段 我们读《阿经》文 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般若麦多时 照见五温鸡胸 道一切苦厄 昨天说到这一段 昨天说到观自 已经说到很多给大家明白 所以说 昨天说到佛教 以其他宗教的立场 那些分别根本就在此 说到佛教不得以潜移宗教来看起 其他的宗教每次都是肉人尊匹 尊区 尊区 因为没有人尊区 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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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他的宗教 所以其他的宗教 就是说 你相信没有没有一个神 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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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佛教叫尊重慈禧 在不同之次就在這裏 所以很多人由以佛教 以宗教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佛教根本不是宗教 所以我們佛教教你明白 我佛教我明白你知道 我們的心佛和眾生三無差別 本來平等平等的 所以佛教特別就在這裏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觀的智慧來看 那你就會明白事實的真相 所以佛教的鼓勵 向內心尋找回自己 這樣就是實際 所以我們如何恢復自己 首先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為何會弄成這樣 就是因為六根六層六色 十八界不清淨 如果十八界清淨 你和佛教人一樣 所以你正常要觀字 是我如何用你的妙觀的智慧來看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說觀字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繼續說自在 自在 自在就是無可 無不可的自在 不是自由 自由是不肯受欲速 如果受了人欲速 如果受了人欲速 你就不自由 不自由 你就痛苦 所以佛講這個心經給我們聽 是我自在 自在 自在 你到哪裏都沒有問題 是 你不自在 你到哪裏都是煩惱重重 所以這些道理 希望我們要搞清楚 你看我們世間的人 有一點點不自由 你就起煩惱 比如這樣說 今刻你在這裏聽經 你老公不讓你們聽經 就不自由 就在那裏理 你想要做 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人家不阻止你 不讓你做 就不自由 所以不自由和自在 兩件事 所以這個觀菩薩 就是叫我 觀自在 觀自在你就菩薩 所以我們人 就不會被人虐熟 在一個世間 誰想被誰控制 誰想虐熟 誰想虐熟 所以我們虐熟 就辛苦 兩夫妻兒女一同 家庭上 你虐熟自我 我想虐熟自你 就變成了大家的痛苦 就不自在 你看我們中國字 寫到非常有意思 那個結婚的結字 旁邊有一個C字 右邊有一個吉字 如果沒有找條繩綁你 就多吉想 就慈在 沒有條繩就找條繩綁 一綁了 自在做條繩綁 就結了 你自己打個結上戲 就變成不自由 還想自在 就是這樣說 結婚的分字 如果單邊沒有女人 都分分彈彈彈 最佳的女人 最佳的女人 還不分 都分得不清不楚 所以一結又分 正緊 所以我發覺 不結婚叫我們 就是這樣 出家修行 出家修行 目的就是 自在 現在我們出家 自在沒有 一樣不自在 被人綁 被信徒綁 被信徒綁 被圖體綁 被佛堂綁 在我一個人 三根道上 就被三條繩綁 所以聽我學佛 就是自在 自在 我以後來看破 所以心經非常重要 所以說 這個自在 你一定用很大智慧 能夠明解 世間的事 這樣其實不能夠 綁住你 這樣你就自在了 所以說 但是如果環境 不宜你的意思 你便苦了 所以為了自在 是到此能夠安 自然的 不受環境所困治你 一切好壞 皆隨然 樂 依不起 苦 以不老 都不起苦老 知道的本力 是空的 自己有了自在了 在此地 得自在 是指大自在 不是 短暫性的自在 是長久性的自在 所以 心經 開始 第一句話 就是 觀自在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我們的 妙觀 的智慧 來看透 這個世間的種種環境 今天有多數安樂 我們也不生歡喜 今天就算環境不好 痛苦 我們也不起煩惱 我們看透 這兩件事 本來就是空的 不實際 所以昨晚 就指了佛聖出來 大家看到佛的情景 你一定要站在其他角度 來看 這樣就自在 昨晚就比喻說 一個光明 光明裏面 沒有東西綁得自己 沒有痛苦 又沒有快樂 你明白了 這個空明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佛的這個 來比喻給我們聽 就是講自在 所謂說 我們要明白 這個道理 如果學法不能夠見性 見不到那個事實的真相 你如何修 修來修起得不自由 不得自由無傷 還不得自在 所以你看我們學法的人 我到此戲 戲了很多地方 很多國宮 看到很多學法的人 不自在 很痛苦 每一件事都很煩惱 有些學法就是以煩惱 你跟我說 師父 以前我不學法 沒有那麼煩惱 現在學得更不煩惱 為什麼 是我學錯 是什麼原因 我都說 你還未開眼 眼睛還未開眼睛 看不到真相 你當然要學而煩惱 所以說 學法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開眼 開智慧 所以說 你就明白 凡所有相是怎樣的相 了解清楚 了解清楚 那你學法 越學就越輕 你看透了 你就不執著 不執著 你才自在 所以心經有幾個佳程 來分析 看你得到什麼功夫 你的境界就不同了 那你明白 慈基有主在 慈基有主在 慈基有主意 不是人家跟你有主意 這樣你就自在了 你做什麼 你都自在 無所障礙 所以心經裡指 是大自在的意思 不是一刹那的自在 不是一念的自在 是永久的自在 感情有意思 所以說 自在 你要明白 這句話 首先第一句很重要 大家一定不會 我們學佛的目的 就是我們自在 兩個字 所以有自在 你就快樂 隨次可以棄 你看佛菩薩 隨前變 到十方四界 起到地獄 起到畜生 起到我那裡 都自在 你看地藏菩薩 常念自地獄 自在沒有 自在 我們棄 就不自在 你看神聖菩薩 在鬼道 在我鬼道 那個鬼王 你看七月中超道的鬼王 是誰 神聖菩薩 自在 自在 我們自在 我們不自在 就是這樣 所以學佛最重要 就是自在 怎樣得到自在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學的 可以收的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目的在哪裡 你收什麼 好像你歸了三寶 學佛 人家問你 學佛你喜歡求什麼 不懂得說 最少限度過 我愛自在 所以我愛自在 想得到自在 我只要學佛 不學佛的人 聽起來 這些自在有什麼意思 好像一滴價值都沒有 其實這只是無價之寶 你問你 你人生 生活了這麼多年 你有自在過嗎 你這樣說 沒有一輩子是苦 哪裏找自在過一次 所以學佛的目的 就是我知道 什麼叫做自在 你有形式自在 你才找自在 那你就會做到自在 你自在的相貌 是怎樣也不懂 那怎樣自在呢 所以我心經說 觀自在菩薩 菩薩這兩個字 就叫做菩提撒多 菩提撒多 簡單稱呼 能夠自己覺悟 又能覺悟他人的 為之菩薩 菩薩是人天的導師 三界的善知識 所以你們 大家學佛的人 不要誤解 菩薩這兩個字 你不要以為 我受到菩薩界 我就是菩薩 佛經常說 這是什麼菩薩 如果你是自己 不能夠覺悟 又不能夠覺悟他人 你這叫什麼菩薩 叫疑痴菩薩 不是有志的菩薩 所以你不要覺得 我受到菩薩界回來了 我是菩薩 你問你 你這是什麼菩薩 是否閃 你就知道了 很快就會看出 名上菩薩 沒錯 發了大心 但是自己還未覺 自己沒有辦法覺悟 又如何覺悟他人 所以菩薩是有標準的 不是隨便掛個名上 我受到菩薩界 你回來 我就是菩薩 上一次早前 我又講過一部經 叫菩薩本現經 他就是講 什麼菩薩 你認識什麼菩薩 你不是說我認識的界條 就是菩薩 人家佛經說 真正的菩薩是這個意思 這個菩薩是人天的導師 有資格指導人家 幫人出苦海 是三界的神知識 三界是欲界 由人的一部份下至到五度 二色界是指天道 二色界是指天道 三目色界是指禅天 總是在六度之中 菩薩分為在家、出家、地前、登地、十地等各 最高的是一生保持菩薩 就是佛退位後 站立接位 如此一套 好像未立菩薩 西方紀錄世界的觀世菩薩 他們當時一生保持菩薩 所以這裏所指的菩薩 是十地等各 將登位、佛位的大自在菩薩 因為他們已經達到這裏 就好像未立菩薩 日日釋迦亡來佛的佛法 在世間一萬兩千年過了 又說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有佛法 下一次因怨成熟 未立菩薩 他來了世間成佛 所以又叫後補法 俱樂世間的觀世菩薩 都是阿彌陀佛 但是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個名 宜滿了 退位 又觀世菩薩 接位 這裏所指的 十地等各 將近接位 接佛位的大自在菩薩 所以你明白 我們菩薩有分很多種 不是出家人就是菩薩 在家不是菩薩 但是菩薩有很多種 總之 你能夠自己覺悟了 也能夠覺悟他人 那這些叫真的 名副其實菩薩 不是身份的問題 不是在家出家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明白 但是你跟師傅說過 我受到菩薩計回來了 那你試問一下 你是不是真正的菩薩 如果是 我給大家供養器 給他頂賴 包你的福布很大 如果他是假的菩薩 你自己好自為之 我實在說 我實在說 我來拜拜是拜真的菩薩 不是拜假的 不是拜無充的 那些翻版的 那些翻版菩薩 名上菩薩 不知道是不是菩薩 慢慢試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心經你聽了下來 你就知道什麼叫菩薩 所以我這裏 我知道菩薩這兩個字 下面這三句經文 就叫做 行深波野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溫皆空 度一切苦額 此是為妙觀起庸之法 再自性連法 行深深之波野法 用於度登彼岸 然而日 岸是屬於假名 以無分彼此 故以為迷 迷就是此岸 覺就是彼岸 以迷和覺之別 只在一心 心若覺悟 稱名到了彼岸之時 所以我行深波野 大家明白這三句話 行乃是心行 心中起種種苗觀苗行的大用 做了種種智利利他的事業 這個行 大家明白 心不是深淺的心 這個心字是不可測量的意思 嚴騙廣大 究竟無常的妙行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心 這個很深的不是深淺的心 目的是講什麼 講我們本來的自性 心不可測 心不可測 沒有偏解 沒有行債 所以我們的佛聖 就是究竟延滿了 你沒有辦法衡量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行 心中這樣行 你這樣修 你的大智慧就會顯導出來 就是你而修行 你的妙觀妙行的大用 越修越深入 你的智慧 因為看的東西以細節而徹底 就是從粗上 變成細小 很幼細 最幼細 所以一層一層一層慢慢落 所以這個心不可測 就是沒有辦法去測量 而有簡單的比喻 你見到一件事 以普通人看的 這件事就是很普通的 沒有什麼 如果要起了 般若智慧 來看這件事 你的看法就不同了 好像比喻做醫生的角度來說 我們凡夫沒有醫學經驗的人 看一個人 怎樣看法 生得漂亮 就生不漂亮 而如果醫學的人 一眼望你 是看什麼 這個人可能不健康 他裏面已經有病 以高明的醫生 看人就容易清楚 所以這個是心不可測 不可測量 大家都同一對眼 看每一件事都不同 所以阿羅漢體也不同 菩薩體也不同 佛體也不同 所以這個心字的意思 是心不可測量的意思 所以你要明白這個心 所以說 般若波羅蜜多 般若者是願意也 前面已經解釋過 就是菩薩的功行 已經到了究竟地 登彼岸之上 波羅寫著彼岸也 密 密 這個者 就是到也 多 這個者 就是上 上了 意思是 道了岸 也上了岸 已經捨離了 船 非此岸 非中流 非彼岸 必至彼岸之上 意思是 凡夫站在此岸 羅漢 便入 中流 已經下船 匹之佛 這艘船 便到了中間 所以說 菩薩便到了彼岸 但未上岸 但這裏所說 波羅 多時 波羅不是多 多 多就是上了 不是在岸 這裏彼岸 已經上了岸 所以說這裏是個 名叫究竟的意思 故若行深 此時 一時字 這個字 關係很大 顯明到了這個境界 正時 果惠的事後 已經斷除了一切煩惱 道盡一切苦惡 毫無掛礙 所以說這個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照著這個心經 以這個波羅的波羅蜜多時 以這個波羅的智慧 這樣走這樣收 我們在這個時間 都已經上岸了 一點都沒有掛礙 什麼苦都沒有了 什麼煩惱都充盡了 這些就是真真的 自在 所以這一段 第一段 就是講這個問題 所以說的是 是很重要 但心經講這個時 不是我們講時間的時 其實已經到了這個境界了 意思是我們修行已經到了這個境界 已經明白了 到了這個境界了 所以說 照見五溫雞空 道一切苦惡 之後的意境 這句話是之後的意境 典命了大自在的光景 照見這個照字 是起波羅之妙觀也 見者是眼下直見本尼 浪然覺照 適見無異 善慕公容的公容 毫無著意的覺照 心神回通 非空非有 無實無虛 總在自覺 非盡佛道 非盡佛道 已行在 我已照見 在自心也 所以這個照是很重要 就好像我前面所說的 你這個燈開著了 你就能夠照到 就會看到很清楚 看到很清楚 這個五溫 都是空的 如果我們沒有開這個智慧 就說這個光不開 你就很難看到 所以學佛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開智慧 就是一定要開燈 好似你進入你的房間 一滴光線都沒有 你首先一定要開燈 一定要找到燈 找到燈 你開了 你看到裡面 光光了 你一陣子 要怎麼整理房間裡的東西 這是事實的 如果這個房間 黑暗暗 沒有燈 你怎麼整理 你看不到 所以學佛首先 心經對我們很重要 所以這個照見 是看到我們自己本來的佛聲 本來存在了的 我怎麼發揮出來 你的智慧的光明 來照 所以說 這兩個字是很重要的 一個字眼 又是對我們每一個學佛的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開發出來 所以佛說 我們每個眾生 人人本來具足了這個智慧德能 是我們找不到的 所以下面就是教你怎樣找出來 所以在未找他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他 所以下面這些是 五暈計空 一切苦惡的事 我們怎樣去解決 你解決了 你就自在了 所以說照見 就是用我們的智慧來看 現在你沒有智慧 因為你們是閉禪知識 請教老師 去慢慢教你 讓你明白 因為你自己不懂得開燈 就要別人教你怎樣開 學熟了你就自己開 就不用別人幫他開 所以學佛先先開 不要盲眼 現在學佛很多都盲眼 盲眼就想走路 不知能放到哪裏 當時捕到六到六 就算是慘了 又出不了 現在學佛的人有很多問題 以我眼光來看 很多都是盲眼 不是批評的 是事實的 你不相信你看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 慈肩盲無雙 就帶人家更慘 如果眼不開 只是帶人家更慘 又不知如何 所以我講 你們學佛是依佛不依人 記著我講的話 依佛所講的佛法 所以我們歸三步 一定要深入經狀 直接向佛學 不會向人學 有些人遇到一個開了眼的 你跟著學 還可以講 起碼也不會墮落在三角度 還有很大的希望 如果遇到盲眼的帶子 你走路 我不知道你走到哪裏 我講 學佛不是碰彩 碰到便恭喜你 碰不到便不要埋怨一世人 所以學佛一定要有智慧 所以我們一定要首先開智慧 明白事實的真相 找到我們自己的本性 所以我無論哪一宗哪一派 都是講明心然後見性 明了心見了性就開始收下 未明心未見性 你收就很難 一定出差錯 所以我講 為何一定要直接對佛講 向佛學 佛現在不在我們世間 但佛留下的經典還存在 但擺在我們的面前 無人懂得起 就好像這部心經 兩百六十個字 擺在我們面前 為何讀來讀起 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講甚麼一事 因為我沒有解釋 所以這部心經 我坦白說 很多人講過 都很多人解釋過 是怎樣講法 我不知道 但今天我在這裡又講 希望我直接講 當時佛記用意 是在這裡 指出我們本來的智慧 叫你恢復回 我不會講到你自己聽不明白 都不會講到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自己講些甚麼都不知道 我絕對不會講這樣的 希望給大家明白 用最淺白最簡單 本來佛法就是很簡單 所以我照見這兩個字的意思 希望給大家明白 明白了你就好做了 意思是你有了光明你就好做了 好 這個誤運的事情是怎樣 是指呢 識 受 想 行 識 這個誤我 這五時混結不分 我們的心和外景 互相混合 總名叫做一個色 一個色字 就包括五個字在裡面 但是講到這個色字 後面會講到色字是空 空字是色 先講清楚給大家聽 我等會講到後面的事 有沒有解釋 大家就當 色字不知男色還是女色 很多人都搞錯了 所以有些不學法的人 聽點不聽點 就說佛教是四大皆空 指甚麼空 指色空 就是個男女色 財色名食器 那些財色空 其實不知佛講這個色字 是代表一個物質 所有物質有相的 包括無相的 都是一個色字 所以這個色字 是代表所有一切物 所有一切物在裡面 不是指藍色淚色的 不要搞錯了 不是這件事情 很多人聽點不聽點才加難搞 所以現在這個色字 先講給你聽 讓你明白 後面那幾個都是一樣 好 一個色字就包括五個字 在裡面 並且包括外面一切有相之 形形形形色色 以及裡面 無相之思想 外景時色 以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 也是色 外色跟內色 一接觸 就有個仇 既然瘦了 就愛氣想象棄 這個想 想到了 就心中一行 就轉臉了 這個行 就轉出 那個知識來了 這個意識的色 一切分別相應 而起了 所以就受、享、行、識 這四個也時識 一個意識 所以在這五件事 混結不散 就名叫五運 所以你就知道 這樣解釋 我們就很難明白 我們以一個世間的事情來比喻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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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明白 這個色字 首先 是七邊的東西 就是七邊的物質 比如說 我們用男女相來解釋 給大家明白 如果我是男眾 比如說 現在我是做男眾的角色 那你們是女眾 首先我才看到女眾 這個色在那裡的形態 我看到這個形態 色在那裡 這樣呢 我就感受到了 感受到有一個物質 一個女性在那裡 然後呢 就轉變了 我就想了 想什麼 靚不靚 靚 就行動了 就開始行動 行動就是追求了 所以追求的 你就要認識氣了 好 不好 對不對 對就拉過來 一拉過來 綁你 然後發覺不好 就煩惱了 種種就是這樣 當初的氣 就是沒有一件事的 我們看不明白 所以我們一起這五件事 識 受 響 意識 以五陽若一 聚合氣身 來 我們就診出了種種的苦 就是這樣 以我們臨中這樣看 它本來就是空的 本來就是不實際的東西 是我們在動念 說得不好聽 因為我們不明白 它一層一層這樣接著下去 所以我們呢 就會去想像 看一件事是怎樣看法 如果你用你的智慧 來看 你就不是這樣看 所以佛沒有了這五樣東西 它不受這五樣東西的控制 不是受於滅了 沒有了 不是屬於滅了 不要解釋錯了 大家不要誤解 它是甚麼 它不受這五種東西的影響 所以佛的眼睛 一切平等 平等 它不會覺得 這個女相是怎樣 這個男相是怎樣 這個很醜的問題 它不懂 它明白 不是不明白 明白 很清楚 但是它不受這個境影響 所以脫離了這個細腹 所以能夠解脫 所以我們凡夫不明白這個 所以我們就會受這種東西 來虐縮自我們 就變成不自由 所以不自由 你就痛苦了 所以是五容的 最合起來 不是單方面的 單方面的 絕對將來不了你的 是雙方面的 正會將來不了你的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比擬的問題 比我們人眼光所見的 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 大家今天哪有這麼辛苦 哪有說 你漂亮 我不漂亮 因為我們不是用平等心 來看世界 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分別心來看 看到喜歡就是撿取器 取器回來了 不喜歡就拋 所以有時候 你想拋也拋不掉 就是這麼困難搞 不是很容易 我今天拿回來 天天我就拋了氣 拋得了就恭喜你 拋不掉就全世一世人 心甘情熱 不要埋怨 我經常講經 結婚那天 就到此去介紹 你懂得動嗎 你懂得動嗎 懂得動嗎 這個來吧 請十位桌 就是十位桌介紹 你懂得動嗎 這是誰 你不知道嗎 到你發現到 太遲了 不要怪人家 所以這五樣東西 就是最大的問題 學佛又不可以少了這五樣東西 沒有了這五樣東西 我們就很難收 所以佛佛乘 乘佛都是靠這五樣東西 但是它是一個工具 你懂得用 它就是工具 幫到你 乘佛都是靠其 度眾生都是靠其 如果你不明白 它就變成煩惱的東西 綁住你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學這個心經很重要 一定要搞清楚 所有一切的事情 就從這五件事所發生的 所以說 心境 符韻 混合 不是以為一 流浪深入 不知所犯 九成習慣 難以解鐵 以視為理所當然意 不知此 即時 還心還起作用 以成就種種的還法 所以首先佛一定叫你 看清楚 照見五溫雞空 本來是空的 要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說 因為就是我們的迷 迷了為先 迷了那件事 所以影響到我們 所以說你變成習慣了 來了就習慣了 你就很難解鐵了 所以你解鐵不到 你就理所當然了 就沒有辦法了 一切苦 就一直繼續受折下去 所以不知這些全是假的 所以影法 所以人生之痛苦 就跟著你了 有八種 總歸有八種 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第五種求不得苦 第六 愛別離苦 第七 冤真回苦 第八 五運持勝苦 還有其他的苦 更有不問法法 不知苦之苦 名為苦苦 除此之外 人生更有三災八難之苦 多到不得了 難者 難盡以度也 好難入道 以不能問法法 為人生最苦難之事 所以這些難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人生 在世間 就是這幾種 生老病死的苦 已經指定了 還有求不到的 求得了又怕失氣 離別苦 結冤家 就冤真回苦 受人見面 分為銀行 就是這樣 以前是好朋友 好恩愛夫妻 一反面就是冤家 仇家 所以這些大家都不明白 為何會產生這樣 就是這五樣東西 所影發你 識受享行識 這五樣東西所影發的 搞到今天 如何解決 付得來教你一個方法 還未講到之前 教我一個方法 大家都有家庭 有兒女 既然找回來了 以前沒有就去求 現在年輕人 沒有最好沒有去求 年紀大 既然找回來了 就沒有埋怨 當時天天去求 見到神就求 見到菩薩是求 見到人有我又有 沒有都找回過 盲眼巴腳也好 就是這樣 當時找的事 就什麼都沒有所求 隨便 有個就行 人家拖隻我就拖隻 都求到很多 現在想一吊 又吊不行 都沒有辦法 所以佛教說 一切是緣 所以曾經有位佛師 一位大德寫過一首句 大家記起來 你就明白 一切苦怎樣都來 你說 夫妻是緣 又善緣又惡緣 願願相報 第一首句 第一首句 第二首句說 兒女時債 又裸債又還債 沒有債就不利 你搞清楚就好 所以兩個人做夫妻 又好又壞 善緣的時候 大家高高興興 恩恩愛愛在一切 惡言來了 就打打殺殺 就厭嫁 所以說 你隔壁那個就是厭嫁 不是厭嫁 就不對頭 所以你想一時說 哎呀 氣佛夠了 你年來超度我姻親祭子 我超度 寫牌位 寫你老公的牌位 掛上戲 寫你老公的牌位 和他掛上戲 這個不是姻家 誰是姻家 債子是誰 你的子女有幾個 全部寫掛上戲 超度戲 那你不超度 那你不超度 就前置你一輩子 那你不超度 你都不超度 你都常常跟你一起吃飯 和一間屋子 每天早上到晚上見面 那你不超度不到家 就前置你一輩子 那你不超度 就很簡單的道理 大家不是這樣 因緣都不會在一起 既然來了就是面對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般若智慧 怎樣來觀照 看清楚也來 所以很多人年紀大 聽了我的課 聽了我說 都這樣 他開了智慧 他回家慢慢看 看到這個兒女 他知道 這個是來還債的 這個是來拿債的 他有智慧 以前不懂的 很煩惱 他知道我怎樣計 他怎樣 這個兒女 不跟我一起自 但是每個兒 拿錢來給我生活 還債的 他還我 他有高興 那這個兒 沒有拿錢給我 還要挖我的錢 這個兒女 就是拿債的 他認識了 他就認識預防 哪一隻是 哪一隻是 哪一隻是甚麼 那你回去看 你不要跟他講 自己心知肚明 好 你的身邊 所以說 學佛策 我有智慧 有了智慧 你就不會 對這些事情 起煩惱 所以苦 就能夠解鐵 夫妻也是一樣 所以你身邊的夫妻 是怎樣的呢 你自己慢慢看 是一樣的 所以說 全部講到 都有因緣 都有因果盡在 附帶 告訴你一個故事 是真事 深世因果故事 全世堅落來的 讓你明白了 你的今生 你就不會埋怨 好的、醜的 你都不會埋怨 你就深刻呈現 受到你自己的業部 事實 你不仇 何時你守 遲早是可以仇 找上門便肯定 走不走 所以說 因果道理很事實 苦就是這樣來的 是怎樣的 事情 曾經 有一個官 身邊有一個師爺 就是他的下屬 日觀非常之好 一直照顧他的下屬 救債期 給錢期 如何幫助 種種生活上的改變 對這個下屬 非常之好 這個官 幫助他 這樣 這個下屬 受了一個上司 這個官的幫助 得到家庭上的安樂 日子都過得很好 但是他在因果裏面 他又增了這個官的一分情 增了他的情 那沒有辦法報答 就是今生 其實生活上 真無法報答 只有來世來報 來世來報 就變成什麼 大家下屬 就變成了 做了他的老婆 做他的老婆 很嚴肅 很聽話 從來不會吵架 儲到這樣的老婆 天下最太平 日罪男眾來說 就非常幸福 我老婆真是好 沒有吵架 他只有一律順自己的先生 順利丈夫 過了一段時間 他老婆就走了 於是說他死了 沒有病沒有痛 就走了 我走之前就說 我今生你做你老婆 是你還你的情 為甚麼 上一輩 你是我的上司 你對我太好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報答你 今生我來報答你 那種下的因 有多長時間 是置停了 做到這麼多 還到這麼多 就到此為止 就還了 還了 還了一程 就走了 這個 你不用擔心 我是報答你 曾經對我有恩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只有以內世做你老婆 來報答你 但是你不用擔心 我還會再回來 為甚麼 還有一件事 你救了我的錢 錢還沒還 下世我來還你的錢 下世我來還錢 我會投胎做你的女兒 來還錢 你看 到大二世 真的由最來投胎了 做女兒了 我說女兒很厲害 賺錢 還還給他 還到我差十八九二十歲 就說我走了 還了 又跟他說 我還了你的錢 又走了 沒有拖沒有欠 所以這些 我們在一世間 種下甚麼因 待日就受甚麼果 你明白了這些因果道理 你就不會痛苦 所以我們凡夫無自衛 不明白 到底是一回甚麼事 就會傷心 所以說 今天講的故事給你 是真事 你做人家的夫妻 是怎樣 做人家的夫妻 是怎樣 聽話 信不信 信就是報恩 有時候 你不是 經常吵你先生拿債 那天你是拿債的 所以這個世間 就看誰拿誰的債 很簡單 你爭我的債 就今天來清 所以說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是不能埋怨的 嫁個賭鬼 就是這樣 你爭氣了 事實 你嫁個拳打腳踢的 就是這樣 所以說 你爭氣了 如果你爭氣了 如果你爭氣了 你爭氣了 很嚴肅的 都是你的 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做 自己受 不能埋怨 所以學佛就是要明白 走 不能傷心 離開 不能痛苦 煩惱 所以比例说 比例说大家的比议 我在明中我恨你十万 我今生有钱 我不还你得好 可以 一世无核 两世无核 三世无核 就算十世里面 在因果来我还是恨你十万 对不对 你逃避得何时 所以一定是一步比一步心 就很简单 比例说我恨你十万 你今天来 在门口看 喂 发声师 很快还借了 我坐在这边也不坐在这边 你怎么办 我不给你 下大次一期来 就不是